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自主品牌在崛起 它们在无形中也代表了中国形象 比如自主豪华品牌红旗 它们以豪车为主打价格不菲品质高端 一直以来是我国阅兵的标配用车 目前销量决价的当属 以高端行政商务座驾为定位的红旗H7 它仅仅投入市场三天就收到了超过3000份的订单 格外是红旗市场的一大开门红 H7的研发整整耗负了4年的光阴 投入约52亿元 它的车身尺寸十分大气 有着较大的前隔旗山面积 例如既往存在的数项浮条式镀铬中网 精致的LED前大灯组合 祥云状的LED尾灯 车前方有着彰显自己标志的红旗立标 车尾则是猫出去的亲笔题词 红旗儿子 动力方面有1.8T 2.0T 以及3.0L三款可供选择 集合不同人的马力需要 同时它采用前置后驱的方式来驱动 足以与国际名牌轿车一阵高下 在内饰上 有着以北美小公牛的头层A级牛皮为材质的真皮座椅 而且它们还能通风散热 并且有电动按摩功能 除了座椅外 车内不少部位也都是用真皮形的外包 给人非常奢华的触感 中国台采用非对称式设计 方向盘具有四幅式多功能 这一配置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具有后方盲区预警 车道偏离 电子手刹 ACC自适应巡航等高大上的功能 甚至还有由13个扬声器组成的BOSE影响 可谓非常的高大上了 所以可以看出 这款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国产豪质品牌 它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而且价格上相对比较亲民